各位錶民你們好 我自己都說過自己很喜歡 Longines Heritage Line 它的復刻和復古系列 說過那些錶真的很棒 而且我之前在港錶港西都說過 我今年最想買的其中一支錶 就是 Longines Dolce Vita 的長方形手錶 真的很棒 但今天有機會看到一些不是復刻版 而是當時很舊出的手錶 譬如這支 34mm 錶 我覺得這支錶無論 Size 或 Dial 的設計 是力久常身的 很難說這樣的設計會出現 你一看多漂亮 它有 Wing Hourglass Logo 三針 12-369 有刻度 其他就是收場三角形的小時刻度 而且它的膠鏡是非常漂亮的 這是當時的手錶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年代 總之很有味道 當然皮帶不會是新的 因為手錶都放了這麼久 起碼是手錶 但那個 Condition 非常好 我現在嘗試教一下時間 因為舊錶沒有停廟 沒有 hacking 沒有日期 所以最簡單最原始的月事 但這支錶我真的想說是非常耐寒 我相信很多年後 其實看這支錶都一樣有味道 而且我看過很多舊錶 通常的底部沒有黑了 但我看到這次 它就黑了 Longines 還有一些錶的資料 就黑了在這裏 這支錶真的蠻特別的 它也寫了是 Water Resistant 和 Any Timonetic 即是防水、防磁 所以這支錶 其實應該是當時做的 是很堅固的手錶 以及真是很耐寧 我只可以說 這種設計 何時都適合戴 這支把我用的七吋手腕 這支錶一點都不戴 滴滴色色,但真的很有味道 你看著它那支秒針不斷走,就彷彿像它跟你說歷史故事一樣 價錢稍後再說 這支一看又是新的手錶 它叫做 Admiral,五星常象就是這支 自動畫,寫著,量度一下 標徑是33-34mm,也不是太大 然後厚度10mm,Lug2Lug當然不會太厚 Lug2Lug是38mm 這支錶最特別是甚麼?除了五星常象的五顆星之外 其實這五顆星在它伸出Longerines Spirit的飛行員手錶都有看到 這五顆星代表它很精盡 但最棒的是甚麼?就是這支瑞士的浪琴錶 但有中文的日曆,並不是香港或者中國的手錶 而是一支SWISS MADE的手錶 而有中文的日曆,其實是雙語的 我現在退出一格,順時針調教日曆 逆時針調教到雙語的星期 星期四,Thursday,星期五,如此類推 我真的覺得這支錶是最特別的東西 當然它整支錶都是金色度金,其實也很特別的 但你問我最特別是一支七幾年推出的浪琴錶 但又有中文的星期 這支錶很明顯是主打中國市場或香港市場 它的帶子都是原裝的 看到Wing Hourglass Logo 都在這裡 而且這支錶基本上是New Old Stock 我看起來也不覺得有甚麼花了或用過歲月洗禮的痕跡 大家看到這支錶其實是很新的 即是七幾年到現在,質素仍然很好 我覺得這支錶就算不是全新,都是九成新的 底部也沒有做透底 給大家看到,而且底部也有十二邊形 我覺得這支錶挺有趣的 大家看到這支錶,這支錶應該用了藍寶石水晶錶鏡 因為摸起來比較冷冰冰,不是那些膠鏡 跟剛才那支錶就很不同了 但我七吋的手腕,這支錶就穿金了一點 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到 但我覺得這支錶很有歷史、故事 五星常像五顆星 再加上雙魚,包括中文的星期 真是去哪裡找呢?這支錶 最棒的是甚麼呢?就是這些錶的價錢 價錢真的很棒 現在左邊那支舊的手錶,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自動的,現在賣五千元 即是訂五千元 而右邊那支還便宜一百元 四九零零 即是大家如果去到佐敦明愛中標維修 找葉師傅談談 我不知道會否再多一點優惠 如果大家看過這支錶,葉師傅很好人 很見譚 他一定會給大家多一點優惠 喂,這樣的價錢 而且右邊那支差不多是New Old Stock的Quality 還是這樣的價錢 唉,真是那句去哪裡找呢? 我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支持我拍片 如果未訂閱,歡迎訂閱、按讚和留言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推動力來的 雖然我工作也很忙 不過我都會盡量抽空去不同地方 發掘隱世標點 以及介紹有趣的品牌和型號 跟大家去談談 好,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 拜拜